- 大家好,今天是礼拜一,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那今天台北股市震荡非常的剧烈 今天下跌159点 是直接跳空开低,而且走低 收盘也收在相对低点 那成交量来到1077亿 今天的成交量跟礼拜五相比反而是量缩 礼拜五我们有特别提到这个地方台北股市 它上周一整周呈现一个晶晶涨状态 但是指数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提过N次的成交量 你看这成交量它一直都没有办法往上做一个量增的动作 代表说市场它的追加意愿是很薄弱的嘛 所以我们提过很多次 你股市要上涨 动能要充足 你必须要量滚量 筹码才会经过不断的换手 就好像这个火种一样嘛 这个火种火要烧得旺 那股市要涨得远 你木材要一直不断的加进去 你木材没有加进去 甚至于把它抽走 也就是这成交量呈现量缩状态 那追加意愿不足 股市当然会出现震荡 会出现压回嘛 那礼拜五它是一个十字k棒 十字k棒的意思代表什么 就代表变盘线嘛 那代表说多空已经非常的交战非常的剧烈 那今天的跳空开低 它直接开低哦 它形成一个空方缺口 就代表说中间完全没有成交价位 直接往下跳 那就代表这是一个空方强力表态的一个结果嘛 那又直接往下收低 那今天成交量比较低的情况之下 代表说很多人还是抱持着观望的态度 他还在想说这个盘杀下来 会不会往上做一个反弹 其实我想在这个地方 投资人你不要想太多 既然他已经呈现空方的表态往下开低 那他连下影线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下影线 那就代表说卖压还没有完全的宣泄 也就是说 他后面还有很有可能是有更低点出现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 在这个往上 在这个上面这个跳空缺口 还没有回补之前 你手上如果还有股票 在上礼拜 因为上礼拜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说 要减码嘛 要持续的减码 如果你没有减码 或者是手上还有股票 今天这个地方往下走的话 接下来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你都要持续做减码的动作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那我们上礼拜有没有 我们一直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特别的介绍 除了整个礼拜五 我们都要提醒大家说 股票有获利你要出场 因为震荡会加大 那我们还特别在礼拜五介绍什么 富邦VIX 那富邦VIX 其实在礼拜五那一天 它就出现了爆大量 二十几万张 今天成交量又来到二十八点四万张 而且今天那是大涨六点六percent 代表说很多投资朋友在这地方 他还是会担心嘛 但是聪明的呢 其实像上礼拜五 就有人先进场了 所以这个地方 它避险需求大增 那假设我对了 这个盘真的往下走一大段的话 那上次大盘跌15% 去年十月份 那美国股市也往下跌 而且跌的幅度蛮大的 跌蛮急的 那富邦VIX 有没有恐慌指数 直接大涨94% 那这一波现在涨6.66% 是不是才刚刚开始而已呢 好 那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我们在3月15号 其实3月15号 我们就提醒大家说 这个地方有没有 因为看到不寻常的迹象嘛 所以震荡会加大 其实早就已经提醒大家了 你要提防指数跟个股 怎么样 出现回马腔 所以有获利一定要放口袋嘛 低阶本前债嘛 这在3月15号 我们就提醒大家 3月18号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再次的强调哦 有没有 市场气氛很乐观 市场气氛是乐观的 为什么我还告诉大家说 股市波动加大 你要把获利放口袋 当然是因为 我们本来就看到这个盘 在往上涨过程当中 成交量一直萎缩嘛 那我们知道说 这样子的情况 它不会持续太长太远 再来是肋股轮动真的很快 尤其是我们从9400点以下 一路做多上来 已经涨了1300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连我们都觉得操作难度 已经越来越提高 轮动快到 投资人都已经跟不上 情况之下 那操作难度变高 它就已经预告这个盘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嘛 有些不寻常的地方 你看3月18号礼拜一的盘后 我们还特别提醒大家说 这个地方操作 你要以短线为主啊 获利多少 都要记得获利下车 有没有 效力长刀嘛 表面上看起来盘很强 可是实际上呢 它背后是有刀的嘛 来那3月21号礼拜五 礼拜五我们特别介绍 这个恐慌指数嘛 我说台股一波到底嘛 这个盘它过年线 然后继续往上攻 理论上过年线 你要拉回整理嘛 它拉回幅度才不会太深 但是它根本完全不理会这个年线 年线是往下滑的 它直接往上攻 而且是量缩的攻法 这种情况 一波到底 紧紧涨嘛 那量跟不上 它拉回的幅度就会大一些些 所以我们礼拜五 我们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还是感到很乐观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才会特别的介绍 VIX恐慌指数 好 那3月18号 还记不记得 我在3月18号早报里面 我们还特别把这个美国 道琼工业指数这张图拉出来 你看最左边 当它在相对高档出大量的时候 还有这个12月26号 相对低档出大量 川普在12月26号 这天说 美股挣便宜 是投资良机嘛 它一路上涨 就直接涨20% 可是在3月15号那一天 它出大量 3月18号是礼拜一早报 特别用这张图 提醒大家说 这个地方有没有 报量 波动会加大 虽然后面还有小高点 但是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3月20号 也就是礼拜五 美国股市的这个 大跌460点 直接就把3月15号 最大量 这根成交量的最低价 直接灌破 记住哦 这一根最大量的最低价 已经被灌破了 好 你看一下德国股市 德国股市 3月15号 一样有出现大量 这个大量的最低点 其实它也被灌破 所以你看 就是这么臭巧 德国股市高档爆量 低档爆量 低档爆量是上来嘛 高档爆量 它是往下走嘛 所以 3月22号 这个高档的爆量 已经被 已经把它跌破 这个3月15号 高档爆量位置嘛 所以 包含台北股市 包含道琼 包含像标普500 包含 都有这种状况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再来是 礼拜五 为什么美国会下跌 因为 它出现这个 金融海啸以后 2007年之后 出现的首次的这个利率倒挂 那 什么叫利率倒挂 很多投资票 一定搞不清楚嘛 今天晚上的这个非凡 它一定会跟你讲 大肆的琢磨在利率倒挂这个情况之下 那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过 其实利率倒挂就是长天期的公债值率 它因为长天期的嘛 包含像这个十年期算比较长的 所以你要买这种长天期的债券 你当然要求的报酬率会比较高 因为你放的时间比较久嘛 所以利率会大于短的 那倒挂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长天期的利率比短天期的利率来的低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相减会出现负值 代表这是一个倒挂的情况 因为为什么倒挂你要担心 因为就代表说我们看长期的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情况之下 大家会买短期的嘛 因为你对长期的利率看法 还有景气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它是预警未来预警而已 预警未来一到两年经济怎么样 会有发生衰退的危机 但是它不一定是立刻危机 怎么说呢 当然礼拜五有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数字嘛 突然这个PMI 它是回到21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制造业的经理人采购指数PMI 它来到21个月新低 好 那当然基本面也看出来是有问题的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10年起减掉3个月 就是这一次我们大家所探讨的利率导致的情况之下 2007年以来首次在这个地方转负 但是负值只有负0.013 大概是一个基点 可是我们看到最左边这个地方 1989年它也出现负值 那2000年出现负值 2006年出现负值 那上面灰色的这个地方 灰色这个长条形 就代表说它进入衰退 股市开始大跌 可是你们发现 当这个公债殖利率利差转负的时候 利率导致的时候 它都是有领先跟预测的效果 它这个我把它圈起来 利差转负的时候 都在这个衰退期之前嘛 就代表说它有预告的效果 但不是立刻 那我们直接从我们把这个利率导致的时间点跟台北股市大盘 我们把它叠在一起来看 1989年5月利率导致嘛 当时确实有出现小跌 小跌一小段之后后面震大 又往上创波段新高 当时是9372 后来又涨到12682 有没有后面又多涨了2000多点嘛 那后面接着遇上波弯战争 所以才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修正嘛 12682跌到2485嘛 前面的一字头一万点不见了 好那第二个呢 第二次是2000年 2000年是网络科技泡沫化嘛 当时台北股市是在2007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利率导致是-0.23 好当时大盘是8173点 后面网络科技泡沫化 一路滚下来滚到2001年的9月3411嘛 这个波段幅度下跌就非常大 指数腰斩 好那第三次 第三次是2006年 06年当时大概是6500点左右 虽然当时利率是倒挂的 但是后面呢又涨到9859点 所以这个证明就是说 当利率倒挂 它不一定代表立刻会崩盘 它是预警未来一年到两年会崩嘛 所以这个地方台北股市 它也是震荡加剧的 不代表立刻会崩盘 那后来是遇到金钟海啸 就直接从9859跌到3955 也是腰斩嘛 好那我们看一下 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知道这个股市波动会变大 会上中下期嘛 那有一个商品 它的波动加大 我们可以从中获利 可以赚到钱 是什么 像这个美国的VIX恐慌指数 标普500恐慌指数 在礼拜五单日一天就大涨20% 你看费半 它是当天跌2.88 那这个科技股 那斯达克跌2.5 那标普500跌1.9 但是恐慌指数呢 它可以直接就涨20%以上 那礼拜五是来到16.48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15以下是安全区 15到20波动就加大 20以上呢 是超级高波动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富邦VIX 我们上上礼拜有特别提到 富邦VIX 它追踪的是什么 它不是追踪这个SPS的这个VIX 它是追踪SPVX SP 这一个指数 那这个指数 上礼拜五 它是涨10.43% 它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要留意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富邦VIX 上一波它就直接大涨 大涨多少 94% 接近一倍 接近一倍 那你看3月22号 有没有 币显买盘 在上礼拜五 就已经预先进场 追个买进了 就预先进场追个买进了 那台北股市呢 其实从这个长线角度来看 这个地方它就是震荡 但震荡不等于崩盘 那很多长线 有好的基本面的股票 其实我们认为还是值得投资的 因为明年2020年的1月11号 它是总统加上立委选举 当然你从现在这个地方 这么贵的位置 它不会从这里直接涨到2020年1月 时间还太长 所以你要拉回来整理之后 好的股票自然会有买盘去做一个支撑 所以拉回我们会找买点 只是说现阶段 你要先避开这一段 否则 辞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嘛 就算后面它又涨上去 但你前面这一段没必掉的话 后面那一段也不会是属于你的嘛 好 那现阶段你的选股该怎么操作呢 你要选择跟大盘 联动度比较低的 民生必须的 必须消费 公用事业 这种有点算是避险的性质 那再来是生计族群 不管是景气好景气坏 大盘涨或者是跌 搞不好大盘涨需要吃药的人更多嘛 再来是这个景气前景价产业 其实好的股票很多 但是现在价格偏贵 有修正下来呢 当然才有好买点嘛 才有便宜的买点嘛 所以其实我手上也有一些标的 我觉得蛮不错的 那将来他有机会倍数成长 只是说现在我不想买他 为什么 因为他太贵嘛 巴菲特也是这样子啊 就手上他保留了很多现金嘛 等到股票下来 好股票被错杀的时候 我们才会进场做一个买进嘛 现阶段大家所要做的就是 尽量减少手上持股 当然我们在上礼拜就已经不断的提醒大家 尽量减码 获利了结 那逢高做一个出托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